黑衣男子喝醉了 火氣很大在路邊咆哮 警察要他冷靜點 結果男子越講越生氣 說要打電話 袁警想幫忙 卻反被攻擊 就在這個瞬間 男子被噴了辣椒水 他眼睛痛到睜不開 我們在執行工 你不要這樣子 你先趴著 你先蹲著 事發在高雄左營區 11號深夜將近12點 原來男子擱了酒搭計程車要回家 上車的時候跟司機抱路段 但抵達時又說司機開錯路了 在車上不斷謾罵 司機才報警處理 但是男子看到警察來 還是照樣報粗口 雙方一度推擠 導致袁警右腳大拇指的指甲斷裂 送醫之後指甲拔除 縫了三針 還好沒傷到骨頭 對袁警報粗口 並動手推緊 過程中造成 袁警右腳大拇指指甲受傷 袁警立刻朝無南噴辣椒水 並將無南上銬 帶回派出所偵辦 深夜喝醉還把氣出在小黃司機跟警察身上 脫序的行為讓人看不下去 還好警察冷靜應對 事後男子也被依妨害公務罪送辦 TVBS新聞裡戰勝紀元 高雄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